好 看这里哦 准备3 2 1 平东县国中小继补校毕业生陆续上台 接受112学年度县长奖的殊荣 今年总共有616位毕业生获奖 当中排完组的张明云 曾参加国际学校网界博览会获得白金奖 另一位毕业生Javala 则蝉联平东县千球比赛冠军 都尝试自己未来的多元发展 我们有设计平东这个地方的芒果 还有舞台那些地方的特色 通过网页然后让大家知道哪有得讲 不枉费这3年来的辛苦跟努力 然后不管是老师对我的肯定 还是自己就是努力过后的结果 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我真的就是很开心 这是毕业生当中有高龄78岁的曾美曾阿嬷 平时担任美法师工作 在补校课程期间 风雨无阻从不缺席 充分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很高兴来这个补校3年过了很快乐 以前小的时候没读到 所以现在有这个机会就来学习 我们也鼓励他们多探索 多走读我们的家乡 让自己快乐的学习 丰富的学习 再迈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县福这次也送给所有毕业生 刻画屏东山水的悠游卡 期望学生们走出去开拓视野 发掘探索的乐趣 勇敢点亮自己未来的康庄大道 连续问巴朗 屏东市尝不到